Hello 又是我Manfred 今次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自己擁有的兩款很珍貴的音樂播放器 其中一款應該大家會知道的就是MiniList 其實講到MiniList 一定要大家認識一下Sony 推出的一個經典代表作 就是在1979年推出的Wattman 因為1963年開始 有一些Cassetta出現了在市場 當時主要是被一些Officer的秘書 去記錄的老闆講了什麼 開會用途的 之後兩年就開始把一些音樂加入下去 但是由於主要都是放在家裡的 那些Pick Up的Cassette機裡面去播放 是很難拿到出街的 於是Sony就想到一條計劃 就是發明了一部可以隨身聽的播放器 這部就是Wattman 而且他也正式註冊了Wattman這個名詞 一直發展到現在 我相信賣了超過 只是用Wattman這個名稱去發售的Sony的產品 已經超過三億八千五百萬部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之厲害 但是由於Cassetta也進入了一個比較適微的狀態之後 於是在2010年的10月正式停產 而Wattman也正式可以說是消聲匿跡 但是雖然近年間Cassetta再次盛行 但是Wattman這個時代我相信很難會再回頭 不過在1992年 當時Sony也想了另一個新的發明 這個發明就是MiniDisc 這一部就是當時第一款出版的MiniDisc 當時MiniDisc主要是用了一種optical的形式 將一些音樂錄進去 在那時候MiniDisc可以容納到差不多60分鐘的音樂 而且最重要是可以自己錄製一些歌曲進去 然後拼製它的次序 也可以將歌名打進去 然後在這部機器裡面慢慢走出那些歌名 是可以自己做一些compensation 成為一張碟隨身拿出街 不過其實它的重量是挺厲害的 我猜一猜差不多等於五張的CD唱片 但是能夠做到可以自己去編曲 自己去做compensation 自己寫一些歌名啊人名下去 其實是很大吸引力 所以那時候1992年一出的時候 就算香港還沒出街 我都在水貨買回來 但是當時我用了多少錢買這部機器 是6300港幣 如果計算現在來說 我相信差不多到2萬元 當時拿著這部機器好像很威風 但是其實是很累很累 好了 在同一個時間呢 菲利普也都打對台 推出了另一款的產品 又叫做Digital Compact cassette 簡稱呢就叫做DCC的 其實Sony和Philips 曾經是一個很好的夥伴 因為他們一起呢 開發了Combatis 開發了CD-ROM CDI的 但是結果到1992年呢 大家因為要爭市場 所以兩方呢 就自己出自己的產品 那結果就 Philips推出了這一款的 叫做DCC的Portable Player 那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可以播放原本的Cassette帶 而另外呢 亦可以播放呢 是這一種的 它特別為這部機器設計的DCC帶 那DCC帶呢 其實都是一種的磁帶形式 是有一種用一種的 Magnetic的錄音技巧 將一些靚聲的產品 音樂的音源錄了下去 然後透過這部機器播放的 那還有它一個兼容的效果 那Cassette帶也可以播放 DCC帶也可以播放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始終都是遲帶 結果它的壽命呢 可能會被牽制住 被限制住 所以很快 五年之後 這一部的Philips出版的 DCC的Player 壽終正寢 結果賣的數量不多 今天可以在坊間找到的數量 也非常少 如果你有幸已經收藏了這一部 千萬不要放它出去 因為這個是代表了音樂的歷史 好了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有什麼的音樂收藏 其實很有趣味 很有趣味的